大家好 我是香港寧良堂幼稚園的 謝沛山校長 香港寧良堂幼稚園已經辦學超過50年 每天小朋友上學都很開心 因為快樂就是我們辦學的宗旨 我們希望小朋友每天都快樂學習 享受快樂的童年是孩子的權利 活在音樂的童年是孩子的福氣 所以快樂和音樂就是我們最重要的部分 通過快樂和音樂 我們都設計了很多不同的校本課程 比如在學習中文、英文、普通話、音體味 各樣的活動之外 其實我們每天都會讓小朋友 創設一個創造性的環境 探索性的環境 讓他們保持這份好奇心 讓他們成為一個好問、愛思考的小朋友 學校每年都會設計很多不同有趣的學習活動 比如烹調、陸運會、水運會、節日的慶祝活動等等 小朋友也有機會參與聖誕表演、花式、兒童節遊氣日、畢業禮等等 還有不同的親子活動 透過這些豐富多樣的學習體驗 小朋友不僅過了一個愉快的童年 更可以從中學習到很多不同的知識、技能、技巧 靈良一直都活用這個活動教學 我們很注重小朋友學習的過程 鼓勵小朋友多思考、多提問 所以我們要創造一個充滿探索性的環境 以及我們很想營造一個千變萬化再靈良的環境 給小朋友學習 更加希望可以讓小朋友帶著一個問題走進課室 又帶著多個問題離開課室的一個環境 所以靈良的小朋友也擁有幾種特質 我們在基督教的學校裡 是著重愛的環境去分圖他們成長 所以我們小朋友是充滿愛心 而靈教的小朋友也在我們學習的環境裡 他們會成為一個有領導才能的人 所以是滿有領導力的 最後小朋友因為他們能夠保持好奇心 也有這個驅動力去學習 所以他們也對事物富有熱情 所以我們經常說 在靈良裡面的小朋友成為靈良人 就是靈良people 就是擁有LLP的特質 L就是剛才所說他們有愛心 是love 而另一個L就是leadership 他們擁有領導力 而P就是有passion 所以我們的小朋友也有愛心 有領導力和有熱情的小朋友 學校也很著重品格的培育 所以我們也有設計很多不同正向的活動 給小朋友去塑造他們的品格 禮貌、感恩、責任心 所以小朋友在學校裡 其實通過不同的遊戲 就已經學到很多不同的技能技巧 以及塑造他們的性格特質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再見